哈喽各位同学大家午安 今天要跟大家介绍的是蜜胶 我们来看一下蜜胶 从这里看上去蜜胶长长的 而且呢方方的来 这个是蜜胶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有点长条状 我觉得这个蜜胶整体来说 应该是有达到15公分以上 然后长长的瘦瘦的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蜜胶 在台湾的生长情况 蜜胶在87年 民国87年的时候 在台南的佐镇果菜市场 首次被发现 果菜市场被发现 表示有人种对不对 那如果以香蕉的产生长期 可能是9 有的是9到10个月 有的是1年 就是10个月到12个月 甚至也有是18个月的 就是那个红皮胶 红皮胶就是生长期 要达到18个月 那就会发现到说 应该是在86年就已经有人 甚至更早有人就种了 对不对 那它的果子硕大 而且弯弯曲曲的 有点 对不起 不是弯弯曲曲 是弯曲 就它这个果子 我们来看一下 这就是果子 那果子有 就是你不要把它想说 有弯曲 它就是有一个弧度 而且它排列非常的紧密 就漂亮啦 就是说好像巧夺天公 整齐的排列子 那它的皮比较厚 呈现的是深黄色 而且这个棱角非常的明显 所以其实 哎 我好像也有时候也会遇到 民宅会种这种蜜角 好 它呢 你看它这个棱角非常的明显 这个棱角 小的时候 它就是方形的 然后这个长大之后 烹果之后 它这个棱角还是会在 所以你就可以摸得到 但事实上 我们也必须跟大家讲 香蕉成熟的时候 它这个棱角的线 就会越来越圆滑 所以就跟人一样嘛 越圆滑 厨师越圆滑 这个棱角就会 就是越不明显 好 那经过农民的引导观察呢 其实它是种在山坡上 然后为数不多 那它的植株很高大 最高甚至可以到三层楼高 450公分以上 是最高的状态 它甲晶呢 是绿色的叶片狭长 我们来看一下 这是它的甲晶 好 这是甲晶 甲晶是绿色的 那叶片就是这样狭长式的 栽栽长长的 你看这边就感觉到栽栽长长 不是那种大叶散开 那我们还要跟大家介绍什么呢 这个有关于它的熊花包 成稻软型 深紫色 然后它的包片是深红色 这其实大家大概都差不多 有的是红色 但它很深红色 就是它的包片 来我们讲什么是包片 这里有 来 这个就是包片 这就是包片 刚长出来的时候 它那个花 这个花蕊在里面 然后就是这个包片 会把它一片一片包起来 这不是它的花包 这其实是叶子 它在保护这个花包 好 来 那 好 再来就是这边 要跟大家特别澄清的就是香蕉 尤其是像台湾最常见的这种芭蕉 台湾各地的各种品种都非常多 所以其实大家很容易就会搞混淆了 所以真正的有一时候你会形状相似 那种的人可能知道是什么品种 可是到卖的人就会把很多香蕉的品种都搞混了 所以我们现在也只能祈求一些农林试验所 能够尽可能的把一些不同品种的胶 胶 胶皮 把它保留下来 来我们看一下 这个就是蜜胶 OK